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谈的是 移动追焦跟夜景的一个拍摄 一样移动追焦跟夜景 我们一样利用以前同学的作品 来跟大家做一个共同的一个分享 好 夜景跟移动拍摄 重要的一个拍摄要点 我们来跟大家谈一谈 夜景光线的掌控 是非常重要的 晚上的部分大概就只有 黑跟明 黑跟明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在光线的掌控上面要注意 那到底要不要把这个环境 的某一些特质呈现出来 这个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你会发现说 除了光以外大概就是线条 那所以既然要拍光的时候 同学在拍夜景的时候 就可以试着利用这个星芒镜的一个效果 那在黑暗中可以显现景物的一个尺度的一个视觉性 所以当你去拍黑暗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这个尺度 上面线条就不能太锁碎 因为锁碎的话 你大概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所以尽量要让景物呈现的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状态 那过来 我们在谈这个移动追焦的这个两种方式 一个是真的就是追焦 追着他跑 或者是让移动的过程中瞬间凝聚 那这个部分的拍摄 我们一下看到的作品又分两种 一种是这个白天的时候拍的 一种是这个晚上时候拍的 那他们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整个景物拍的 那有一些东西是更为凝聚 比如说单点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同学有人去拍的是这个水滴 就是这个水滴快要掉下来的一个样子 那这是同学可以去试着去拍拍看的 因为这个水滴基本上呢 它是亮光的 不太容易拍 那同学要去掌握那些特点 试着自己去感觉一下 怎么样拍可以拍出还不错的水滴的感觉 那跟水有关系的其实还包括瀑布 像瀑布这种东西其实也不好拍 你到底是要让你的这个 颜面的纹路表现的细致 还是要让你的水滴表现的细致 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奇妙的地方 那以下我们来看同学的作品 好 第一个部分 我们谈这个晚上夜景的一个拍摄 那给同学看这两张照片 大概就是同学 蛮常在晚上拍出来的一个结果 您要告诉我说老师挂舞追焦 好我绝对相信好但是呃因为整个环境过分的杂乱 好所以呃这样子的照片好就比较缺乏这个视觉上面的一个意义 好跟这个你想呃你觉得它可以呈现出美的一个感觉好 所以特别秀一开始秀这两张照片给同学看也是希望说呃 同学后续在做拍摄的时候不要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好 好那你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拍夜景好那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去找这样子晚上有照明的一个建筑体好 好然后去拍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表现好 好那像这两张照片一个呃 呃中正纪念堂一个国父纪念馆 他们晚上都有点灯然后干干净净的一些线条好 好也可以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个呈现好那这个大概就是入门的一个部分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也可以去选择晚上一些比较啊 呃局部的好呃线条干净 然后这个有一些光好光可以去创造一些能量的一个表现方法好 好那你去决定像右手边的这一张你可以发现说哎 他非常重视这一根扶手栏杆的一个温理线条的一个掌握 好那再用这个光线去辅助他 那左手边的这一张好他就是想看到这个光好 好这个断断续续成列的一个感觉 好所以这两张照片都有不一样很好的一个表现 好然后再过来呢 好你可以开始利用一些呃光的倒影 或者是啊心盲镜好让这个光源好去做一些不同心盲的一个放大 那心盲镜的类型也非常的多了 好同学也可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好 好那不要忘记好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呃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呃他们一定有一个主体好 好那主体在这个呃框里面呃呈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位置好 好那呃这样子拍摄出来的照片就会跟刚刚一开始我们看到的照片不一样了 它会更干净更完整一点 比较完善的去呈现一些夜景的特色 好那再看一下说 那我是不是背景很复杂 我就真的拍不出好的照片 当然也不是 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的背景 整个环境 景况里面的环境都非常的复杂 但是有什么特点 它一样 它环境虽然很复杂 但是它有一个大面积量体的一个主题性 大面积量体的一个主题性 去主导整张照片 它想要表现的一个关系 那这也是方法 再过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两张照片也有同样的效果 就是说我今天表现了一个大量体 然后它就是光线 我就是要表现表达的就是光线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就会呈现这个 就是蛮缤纷的一个色彩关系 好一样 这两张照片拍什么 拍线条 有没有 跟光线 线条跟光线 那一个是用流动的 左手边这一张 是流动的 右手边这一张 它的线条就是什么 我就是路上的这条白线 有没有 几条的这个分道线 跟我的这个旁边的护栏 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线条 但是 关系非常的微妙 它可以让整个构图 看起来非常完整 好 再过来呢 你可以去做 环境里面 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些 剪影的一个表现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都在谈剪影 然后呢 它们都保留非常大面天空 有没有 好 那左手边的这张照片就是 我的天空非常的多元 好 然后呢 我用几个简单的 简单的路灯下去 跟它之间互动的一个关系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呢 我一样是有很大面的天空 但是我的大天空啊 大天空没那么有趣 可是我周边环境给它的点准 所以是比较有趣的 好 那如果说呢 它的镜头再往右移一点 你会发现 左半边的这个黑面 好 变少了 或许效果就没那么好哦 好 所以这张照片很棒 是它选取的这个角度 刚好适度的去为天空 做一些留白的动作 好 这也是同学可以思考拍摄手法 好 然后再过来 好 两张照片一样好 去拍了瀑布 好 去拍了瀑布 那你可以发现什么 好 哎 左手边的这一张 我就是直接把速度放慢 好 我让我的这个流水 怎么长得像温泉呢 好 可是呢 我的石头的纹理 好 非常的清楚 跳动出来了 好 而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就是拍下去 哎 好 我看得到水的纹理 好 看得到水的纹理面 这个跳跃的关系 速度稍微跨一点点 好 然后石头的这个阴明面的关系 被呈现出来 好 这是水的凝聚方式的一个不同拍摄 好 你也可以去透过一些不同的前景 好 去衬托你的水 好 透过不同的前景 好 去衬托你的水 好 那这两张照都是利用前景 呃 去呼应的一个方式 好 再过来我们刚刚最早的时候 跟同学提到 好 你可以试着去拍水滴 有没有 好 好 两张水滴的一个作品 好 一张是连蓬头 好 哎 就在家里生活里面 试着去拍拍看 好 瞬间凝聚的一个关系 好 你可以看到 左手边水龙头滴下来的这个水 好 刚好呈现某一个形态 好 不好拍 同学试试看 好 拍人物跳动 好 瞬间凝聚的 好 作品 其实也没那么好拍 好 那这两张照片 一样 好 也有都流出天空 好 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比较可惜的是 哎 他 那天天气可能 嗯 没有好到那个状况 好 或者是他在调教上面 色彩可能稍微没那么锐利 好 那左手边这一张 你看啊 就是非常的经典 好 人在跳跃瞬间凝聚 然后 呃 有绿草地 好 有蓝 蓝天白云 好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健康的一个广告照片 好 那 右手边的这一张 好 有很好的这个肢体跟线条之间的一个引导关系 也不失为一张好的照片 好 一样 瞬间凝聚的部分 好 左手边的这一张在跑步 好 我在他脚举起来的时候瞬间凝聚 呃 人跟脚都是清楚的 好 就停在那一点 好 右手边这张也是好 人跳起来好 每一个人时间是一致的 所以你看每一只脚都好清楚 有没有 好 然后为什么 因为他的快门 好 他的快门设定比较快一点 好 所以啪 一个瞬间凝住 好 就看不到这个 啊 脚 好 咕嚕咕嚕咕嚕 跑过去的一个样子 哎 那 我如果把速度放慢 好 那 光圈 好 去做一些变化的时候 好 会不会看到这个 哎 脚上下移动的关系呢 好 当然 可以哦 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好 同样的 好 你去拍这一列列车的时候 好 就是去做追焦 好 有几种方法 好 第一个 左手边的这一张 瞬间给他凝聚 啪 跟刚刚上一页的是一样的 右手边这一张呢 就是跟着他 好 跟着他追 好 跟着他追 好 跟着列车去跑 然后拍下来的一个照片 好 那他就会有 呃 某一种特定的一个动态感 好 人也在动 车也在动 有没有 好 所以他后面的月台是弧的 好 是弧的 哎 这是一个方法 好 同学可以试试看 但是呢 那个形体不要因为你移动的脚步不好 好 然后就整个全部都乱掉了 好 因为他速度慢嘛 了解吗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 哎 你去架那个下面有轮子的脚架 好 或者是 嗯 把你的脚架放在滑板上面 好 然后稍微滑动一下 也可以拍出右手边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刚刚就提到 好 那 我有没有办法 这个拍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 有感觉他在跑步 有律动的关系 而不是瞬间凝聚的 好 右手边的这张 你就说 哎 老师他不是拍得很好 好 没有错 好 好 这种动态拍摄 好 留着鱼尾巴的拍摄 其实真的都不好拍 好 包括 呃 你在路上 好 看到这部车 秀一个过去 你把速度放慢 拍出来 这样子 左手边的这张照片的感觉 好 他就是鱼尾巴的 好 速度放慢 好 然后你可以拍 但是 很容易就是造成 模糊的影像 好 你就是看不到 呃 这台车到底是黑的还是灰的 好 非常有可能 所以同学也要多试几次 好 然后再过来 好 你可以去试的制造烟花 好 呃 用这个流星棒好 去做烟花 然后把速度放慢 那你就可以拍出这样子的效果 好 好 那我记得前一两年 好 我们还有学生会用这个烟火 好 去 呃 拍出这个 I love you 好 那为什么就是让他一直重复的 在某一个定点上面移动 好 所以也蛮可爱 那左手边的这张一样 好 你可以看到下面那个红红白白的线条 其实是车子跑过去的这个痕迹 好 那同学也可以试试看咯 好 这个是属于比较 呃 慢速流动的一个拍照方式 好 好 再过来 好 生活动态追焦 就是嗯 刚刚讲到的 人在动 好 你瞬间要去追焦 那当然就很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失败方式 好 人就糊掉了 好 这个是我们时常看到的一个照片 不稀奇 好 那当然我们就会希望说 哎 看到这样子的照片你就知道 啊 又失败了 好 又失败了 好 那你可以试图的再去 呃 去做一些 呃 不同的一个调教 好 去试试看 哎 我可以 啊 抓到这个律动 然后他可能又不是瞬间凝聚 好 他是有这个啊 这个鱼尾巴产生的 好 然后又还蛮清楚的 好 那这个到底怎么调教 好 呃 每一个环境 每一台相机的数值都不太一样 好 你就是要去做记录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好 就会有同学去做一些 嗯 不一样的另类的追焦表现 好 比如说呃 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好 就是拿着扫把扫扫扫扫扫扫 好 要把速度放慢 看到这个扫把晃动的一个横积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角是清楚的 然后扫把是模糊的 好 那左手边的这张更酷了 好 他就去呃 直接站在滑板上面 拿着相机 好 所以脚是清楚的 路面是模糊的 好 那这也是另类的追焦了 同学也可以玩一玩 好 好 那我们大概追焦的东西 其实真的不太好拍 好 那同学也蛮多失败的一些作品 好 那呃 我们看了一些作品以后 大概同学呃 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说 哎 他不好拍的点在哪里 哎 夜景也不好拍 好 那你可以去试图的去思考 说我没有心盲镜的时候 我怎么样拍出还不错的夜景 好 那这也是同学后续可以 去模拟的一个范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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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